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午的法師 他中間這個葉頭呢 我有說過他像 烏黑亮麗的頭髮一樣 烏黑亮麗的 那呢他 他最大的特徵就是 他的右頁呢 他的右頁呢小的時候 是粉紅色 紅色的 當他慢慢轉為成 像這麼大一隻的時候 就會一邊綠一邊粉紅色的 那就是快要成熟了 那他現在變成 綠色的就是 代表他已經成熟了 那他成熟之後 後面會有 包紙 包紙呢會被 包紙囊 那個包模包住 然後呢也就是 那個他的葉子那裡 會把他整個包住 讓他不怕 掉下來 那呢他的 包紙的形狀呢 是像橢圓形橢圓形的那樣子 像腎臟一樣 那呢 我們 介紹的是 鐵線捲右頁呢 他在 全部捲在小的時候呢 他的右頁呢都是捲旋的 那他跟一般的捲的不同 因為他是紅色的右頁 然後呢 他會 他的 他是分 他是 開 他是長出來會這樣捲的 然後呢慢慢會這樣開起來 然後呢他這個是 他的葉子能像扇子一樣 但他不能真正在 他不能散風 我的結束 我的結束都 到此結束謝謝 讓夢 有了方向 就在未來 高雄引我 發光